新酒店新酒店四面神附近 Big C隔壁 Central World對面的The Market商場上 開了一間新酒店 最重要是Mariok屬下 酒店青人路線 今年二月才開的 泰國曼谷有新酒店出現 在The Market 拔到攬水門街的The Market商場裡 有新酒店開了幾個月 就是這間 這間新酒店除了走年青人路線 還走打卡路線 什麼叫打卡路線呢? 即是裏面有很多位給你拍照打卡 地下這裏也有 樓上還有 酒店九樓地大正是Reception Check-in 的地方 不像Reception 是一間古舊的戲院 話說太慢 這間古舊的戲院在試飲區 叫什加拿 但今時今日這個什加拿 已經沒有了 為了紀念它 這裏就佈置到什加拿 一模一樣 兼且周遭 也有些古舊 是泰國電影海報 也有些舒直 還有這個酒吧 不是一杯酒吧 是一個Check-in Bar 不是Check-in的Reception 是Check-in Bar Check-in之下 還有酒給你喝 你不喝酒 不喝酒 也有其他果汁給你喝 在這裏 有很多古舊情懷可以給你欣賞 例如這些 那邊有些唱片各方面 完完全全是一些拍照打卡的好地方 只是這個Lobby地帶 也有這麼多拍照的位置 還有那邊還有一些漂亮的東西 漂亮是甚麼呢 漂亮到外面有個位置 曬太陽 看月光 不過現在天色不太好 而且還有工作人員在清潔 而且這裏也有海波給你打下波 而這些位置也可以給大家拍照 攤頭 上面完完全全是拍照打卡位 是吧 然後還有浴缸在那邊 這間酒店的Reception地帶 即是地方大到無倫 其實就是希望讓遊客們在這裏住之餘 也不用整天在房間裡這麼局促 可以走出來在酒店不同的地方 可以坐一下拍一下東西 玩一下 甚至乎在浴缸前面 擺一下款也夠好 值得提到的就是 這間酒店下面正是商場的The Market 其實對面就是Sancho World Sancho World也很方便 搭這個自動電梯 然後到下面 經過Sky Walk 對面就是Sancho World 當然要換錢 旁邊就有橙色的Super Beach 而這個玩健身的地帶 還有24小時開放 睡不著都可以來玩一下健身 舉一下東西 更加更加 原來是一個Library的地方 Library做甚麼 當然是看書 難道吃薄餅嗎 在前面 這個Library環境都很漂亮 更加值得提到就是這些Locker 當大家check out或未夠時間check in 都可以先把行李放在這裏 然後就通街走通街搖 然後回來拿回行李都可以 好了 看看Library先 在這裏 在這裏大家依然可以見到 很多泰國古舊電影的海報 還有有關的書籍等等 完全全都是影相打卡的位置 不過還有一個地方 其他酒店沒有的 只有這裏才有的 是甚麼呢 Ironman 不是Ironning 是做甚麼 Ironning是做甚麼 讓你燙衣服 沒錯 讓你燙衣服 自己可以燙一下 自己在房間洗完衣服 乾了之後 就可以自己做乾了 都是一個不錯的設計 這個Lobby 都這麼多東西看 上到房頭上 豈不是更加多東西看 雖然這間酒店 暫時沒有 有天空餐廳酒吧 但在外面這個位置 喝下東西 聊聊天 都挺讚的 更讚的就是 剛才check in bar 有這些爆谷 任吃不生氣 是假裝戲院 哈哈 是不是很精美 很可愛 是呀 我來的 所有的住客 每天在這裏 還有一些很有意義的活動 可以進行 大人小朋友都可以 在這裏畫畫自己 而且每個人都可以 很可愛的小朋友 以粉紅色 是的 這間酒店的主色 就是粉紅和黑色 是不是很香艷呢 但記住 每個住客 只需要一隻 不要一家大小 拿十隻酒 這個 送給誰好呢 送給 東蔭妹 她有個寶寶 她寶寶 一定會很高興 這些就是自在業 不可活 用筆 可以畫出快活 食字 是否吃得很棒呢 接著上房 看看房間的走廊 都有很多打卡位 為何坐在廁所上 是的 介紹這間酒店 由廁所開始 首先說 這間房間 這間房間 廁所浴室位 這間酒店 沒有泳池 但都可以深入泳池 就是這裏 是否有幽默感 這裏就是花灑位 我很痛恨 有些酒店 我洗澡之際 除了眼鏡 相關地方都不能放 這裏不同 有位置 但有多少副眼鏡都沒有問題 接著還有USB插頭 於是你大小便 可以繼續插電話 煮電話粥 就不怕沒有電 拖鞋 鴛鴦色的設計 都是紅色與粉紅色 看看外面 正所謂麻座 雖小誤狀虛傳 這間酒店的房間 大概三千多匹左右 地方不算大 但很實用 如何實用 不會有多餘的位置 舉例 沒有衣� 衣櫃在哪裏 就這樣掛 對 有多少位置 掛多少件都可以 也沒有家具 不是沒有 是掛起了 椅子的方便在這裏 不用就掛起了 還有還有 看到冰箱嗎 雪櫃 雪櫃 這個鏡子打開 就是簡單的雪櫃 難道可以放碗翅嗎 你只是買一些飲品放在這裏 剛剛好 接著這個位置 可以放一些簡單的行李 然後前面 嘩 這個電話夠了 卡式 接著也是我很喜歡的 插數位 USB插頭位 放什麼都可以 更加有 這個 放在收尼電腦的甲蠻 但是更加直租 就是這個玻璃窗的設計 是不是很宏偉 好漂亮 還有看看 看到Sentual World Sentual World 即是隨便放煙花 可以在這裏看得到 到時是否三千多匹 我就不知了 又看看另一個房間 這房間 有樓架床 有上面那層 可以睡到三至四個人 價錢大概五千匹 其他內容 跟剛才那間房間一模一樣 雖然是有樓上那層 但樓上那層 依然有USB插頭 也不是說不方便 題外說 有些人怕 泰國酒店舊又有那些東西 這間不用怕 這麼新 這間酒店中有超過五百間房 六種房間總類 今次不斷介紹三種給大家看 這房間是整間酒店最大最貴的 總有幾貴 大約六千多匹 當然旺季就不是這個價錢 整間酒店最大是它 最大是這樣 不是不是 這就是睡房位 外面有廳位 還有一個很漂亮的窗口位 真是不說你不知 這房間面積只有三百多呎 但三百多呎都可以間開這樣用 看上去都幾大間 真是有心思 然後看樓下吃早餐的位置 旁邊還有小賣布 有些定食 杯麵發售 兼且有微波爐 方便大家使用 佳欣這間酒店是沒有 Worm Surface 的 而在Reception 這一層 後面這一部分 就是餐廳 早餐、午餐、晚餐 都在這裡吃 午餐有些什麼呢 有些阿拉卡 menu 大家看到 眼前就是 有一點Fusion 舉例 這是什麼 Cisa salad 當然不是 這是泰式鬆膽 不過不是用木瓜 是用了菜 然後還加了炸魚 又或者這個 看起來好像日式的吉利豬扒定食 看起來就像 但其實下面的汁 是泰式的咖喱醬汁 不同的 再加上海鮮炒米粉 以為是普通海鮮炒米粉 看看底部 底部原來有泰式的蛋 對 煎蛋在下面 還有 還有 這一味表面上 好像西班牙菜 但它裡面 原來是毛巷 就是什麼 在布吉島經常吃的 類似東波肉 這個食物既有Fusion的感覺 也有世界各地美食的成份 所以 有機會可以試試 是不是住在這間酒店 我們來吃 我今晚就在這裡住一晚 今晚當然去Bix號 還是去Central World號 最重要是 Super Beach 換錢 是啊 去Super Beach 很方便 下面一出便是